攝影機制作樂部 在日本的機制工作 mountain 平安 駱駱駱駱駱駱駱只是聽到 阿姊好 叫我 我們現在在日本 的軟體公司工作已經三年多了 當初從台灣來日本其實也是一個機運 來日本我發現其實 但是日本在新創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跟大企業比較涉及不久 但是目前也是慢慢的在改上走 那我覺得日本的軟體開發文化來說 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就很多分享會之類的 那只是我可惜日文不夠好 那應該還會過得更開心 那有關日本公司的文化呢 那我覺得可能日本軟體公司 跟我們平常日聚羅漫化中 從學到日本公司的文化來說 其實蠻不一樣的 那目前我在日本待過兩家亂公司 那比較還是比較屬於歐美的風格 那我們比較沒有那種學長學弟制的那種感覺 不像普通的那種故事 那上半夜比較自由 那除了就是日文還是必要之外 那我覺得其他跟我在以前在台灣工作 其實差別真的不大好 對呀 而且其實用英文可以跟同事講 我覺得這點也是還蠻不錯的 說到我覺得有關開源這方面 那我覺得台灣目前 就是如果以世界上有名的project來講 目前台灣主導的project 目前好像也是偏少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未來大家 其實台灣優秀的軟體人才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目前工作到現在合作上遇到的 工作上遇到的人 其實優秀的軟體工程師其實非常多 那我希望就是台灣可以在開源這方面 其實再跟進一步 來提升台灣的軟體能力 對啊 不然我覺得 本來說他們其實也都開始慢慢 又往這方面 在走的感覺 那我覺得台灣一定輸人不輸陣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